不能重複使用上次用過的東西 好 書也有買 所以也看了一些 謝謝 大家好 然後我會來 因為我有一些工作夥伴在 西加坡 所以我覺得我們需要了解 然後怎樣跟他們合作 謝謝 謝謝 我是 我會來 因為我現在幫老闆做的事 就是老闆做社會委員 就是老闆做社會委員 所以我幫你來 那這個西加坡是一個 做社會委員 再分享一下 謝謝 好 謝謝大家 一開始先做介紹 對我等一下很有幫助 那 今天的講題是 新加坡的藝文化然後多元 種族的論述遇到什麼樣的問題 那 大家知道這一盤菜是什麼東西嗎 焦麻雞 焦麻雞 不是 還有嗎 旁邊兩杯是仙草 大家也看得出來 中間那個 羅爵 羅爵 對答對了 Bingo 那要不要跟大家分享一下 羅爵是什麼 吃起來是什麼樣的味道 酸酸辣辣的 對 那羅爵就是一種 你可以把它當作一種 像是沙拉的食物吧 但它其實更 我覺得比喻起來更像台灣的滷味 就是你在選的時候 你選的料 各式各樣有皮蛋啊 油條啊 鳳梨 可能海鮮 各種料 那這些料你選了之後呢 老闆會幫你把它拌一拌 然後加點他自己的毒方的配料 或是醬汁這樣 那最後會淋上很多的花生粉 那這樣一道菜叫做羅爵 那它本來的意思就是混合在一起 然後什麼就是混合在一起 就是 摻雜的意思 那這個東西呢 就是你在點的時候 如果你就是沒有特別想要挑 沒有特別想說不要辣 還是說 我不要皮蛋 還是你不要鳳梨 不要小黃瓜 如果你全部都要的話 你就是跟老闆說 我要一份餐餐 那餐餐就是 原本是明南語裡面的那個 就是混在一起的意思 對 那 那那個 餐餐 那為什麼用這個東西 當作我們今天的封面呢 是因為這個菜呢 被當作是 其實 被當作是新加坡 或者甚至是馬來西亞 等於說象徵著他們的文化 融合在一起的一種菜 那那是一個比較象徵上的 原因是因為裡面的東西 通常也不會出現 豬肉 那它的東西是各個族群 都可以接受的食材這樣子 對 好 那 要自我介紹一下嗎 就是我是 去年 2015到2016 2015到2016 在新加坡念碩士 對 那我 呃 大學念的是地理學 那 呃 有 有幸來到燦爛時光 之前也講過一次嘛 這是第二次了 是因為 呃 之前有出版 去年12月有出版一本書 叫 安帝給有一份餐餐 對 這順便打個廣告 哈哈 大家可以傳下去看一下 那如果有興趣的話 下面好像就可以借了 對 那 呃 我們目前在金門當替代役 這樣 好 大家有去過金門嗎 有喔 好 那去過新加坡的舉手一下 呃 五個 那去過金門的舉手一下 呃 這是額外的小調查而已 還有兩個 好 好 那切入我們今天的正題之前呢 呃 呃 要就是 簡單的講一下 新加坡這樣的國家 是屬於什麼樣的一個類型 呃 我們都知道新加坡它是一個城市的 對不對 它的面積大概就是 比台北市的大一些 所以它基本上它的 它的size 是個 是個城市的大小 那它同時又是個國家 所以在地理學上 我們會稱它為城市國家 好 那城市國家全世界沒有太多 那比較有名的就是 啊 梵蒂岡 如果它 它不算是個典型的國家 那如果說 呃 像新加坡這樣的城市國家 事實上不太多 那城市國家有趣的地方 就是因為 它的國家裡面的範圍 全部都是城市 好 所以以前 大家有沒有地理課文 有沒有學過 一個很荒謬的話 就是說 呃 新加坡的都市化程度 要算的話 是百分之百的 好像有沒有 寫過這個題目 對不對 那個題目本身是沒有什麼太大意義 因為它就是個城市國家 然後你在講它的都市化指數 沒什麼意義 那其實如果你真的去新加坡看的話 你真的要 如果要以城市的市容 來當作你的定義的話 你其實你去新加坡的西半部看 可能也不見得會符合你 對城市的想像 那還是有一些 我們想像中 所謂比較不像新加坡 現代化建築的那種東西還是在 那背後的這個背景呢 是 他們的 就是比較有錢人住的那個 一般的門禁社區 那新加坡大部分人住在國宅裡 祖屋 也就是我們說的國宅 那祖屋因為大部分人住在裡面 所以它沒有什麼社會住宅的意義 其實 那 後面這個大部分就是給那種白領人士 然後比較有錢的人去住的 那我去這個是因為我那個時候 有一個大陸同學 他是住在裡面 那我就參觀了一下就覺得 因為我本人是住在祖屋裡面 那祖屋就是可想而知 會比較沒有那麼 有高級的 有那種比較高級的祖屋 又那種比較沒有那麼 那麼好像有健身房的那種祖屋 那像這種就是門禁社區是有健身房 有游泳池 有警衛 然後進出是要刷卡的 那我住的地方就是一般的國宅 那進出是沒有人在管的 那國宅 先講一下這個好了 先跳一跳去 好 那個 大家猜一下這個地方在哪裡 剛才我剛才講日本對不對 如果這答案那麼簡單 我放到那道路沒有意思 新加坡裡面的 小日本 日本區 日本區 好 這是新加坡的 的西半部有一個 Mall叫做Drone Point JP 那它裡面有一層樓 的一條街 都把它布置成大阪的樣子 對 所以你可以看到有這個東西 大家如果有去過大阪應該會對這個人有印象對不對 有沒有人去跟在前面拍那個照片 好 那這個地方是哪裡 那它這是在模仿哪裡 馬來西亞 馬來西亞嗎 香港 對 它這是香港街 它在模仿香港 有莎莎對不對 它們還有莎莎 我都看到馬來西亞 馬來西亞 我看到馬來西亞 馬來西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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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風味小吃對不對 那裡面有一些招牌真的是人家店的招牌啦 那有些招牌只是裝飾用 所以莎莎真的是裝飾 裡面沒有莎莎啦 這不知道有沒有侵權問題對不對 它把莎莎的招牌放在那邊 只是它裡面有一區就是 香港街 就是弄得好像香港一樣 好 所以這是香港街的另外一個地方 那這地方是哪裡啊? 韓國街 韓國街 有沒有人去過 首爾的警符宮那邊呢? 有的 欸你好像什麼地方都去過 警符宮那個地區叫做人事洞嘛 那這一個東西是在新加坡的聖陶沙 聖陶沙大家去過嗎? 大家有去過 大家知道新加坡有環球影城對不對? 是不是很多旅行社團都是去新加坡 就去環球影城 然後在那個魚尾市那邊繞一下 然後就飛走了 去馬來西亞 那 雨好大 這個地方就是在新加坡的聖陶沙 那他是在模仿人事洞那邊的區域這樣子 那這個人事洞的區域呢 是跟韓國的集團合作的 所以他打造成一個像是韓國這樣的一個區域喔 那就很有趣就是 新加坡 我們講城市國家的時候就是 這個國家的布地 基本上是全世界 布地的意思就是說 比如說 布地的意思就是說 假設說一個港口的布地 假設說基隆港的布地是 可能整個台灣或整個北部 那 以新加坡來講 這個城市他可以獲取的資源的來源的範圍呢 就是全世界 因為他的國家就是這樣大而已 所以他的 他的勞力的來源 他的原物料來源 他的貨品的來源 就不會是在他國家裡面 就在全世界或整個亞洲 都是他的腹地這樣子 所以你就發現很有趣就是說 新加坡這個地方呢 不僅是他實際上的腹地 是整個亞洲或是全世界 他在想像自己的城市樣貌的時候 也是把自己當作亞洲的中心來想像的 所以 除了剛剛看到的香港 韓國以及日本 在新加坡的隨便一個mall裡面 你都會看到像這樣的景觀 之外 之前櫻花祭的時候 新加坡自己有弄個文室裡面長櫻花 然後他就是打廣告說 來新加坡你不用去日本 這樣子 對 所以他就是很狂這樣 跟全世界的人宣稱說 你來新加坡不用去日本 所以 今天這樣的國家 他把自己想像成是一個 海納百川 然後整個亞洲的中心的時候 其實基本上 你很難去定義什麼東西是多元文化 什麼東西是不屬於這個地方的文化 什麼東西是屬於新加坡的文化 那 可是 當你又把它反過來想說 他畢竟還是一個國家的時候 他國家的種族政策 還是不斷在影響你這個地方的社會的時候 又很矛盾 他同時希望自己海納百川 把全世界放進來 同時 他又用一種種族的分類去 限縮他國家裡面的人的時候 就會發生一個很矛盾的現象 好 上次來過的應該來過 好 新加坡 他的種族政策 就是把所有人分成四種 哪四種 太大了 好 市長 歐亞人 歐亞人 對 歐亞人 其他底下對不對 馬來 印度 印度 華人 對 所以 新加坡 他在英國殖民的時候 他其實就有這樣的種族模型存在 那 一直到了獨立之後呢 他還是保留這樣的政策 所以 為什麼叫種族 講種族好像很 很種族主義 很種族歧視對不對 但是其實他們在英文裡面用的字 就是Race這個字 就是Race這個字 這個 雖然說這個字在美國可能不再使用了 但是他們還是使用這樣的字眼 那 他的分類就會直接出現在你的人口註記上面 所以比如說我去新加坡念書的時候 我在通過移民局的申請的時候 我就必須要去填我的Race是什麼 所以他就會問你說你是什麼Race 那我就看嘛 他的選項就是Chinese Indian Malay跟Other 其他 所以那我要選哪一個呢 我就選Chinese對不對 好 但雖然說一開始有點掙扎 因為在台灣的那個脈絡底下 這件事情很政治化嘛 對不對很敏感 所以選的時候有點猶豫 想說我是不是要在歐底下 另外打一個Taiwanese 他就覺得這很多詞一舉 就還是選擇那個Chinese這樣 那 我那時候有個同學 原住民同學 他就看到我的動態 他就回說那請問原住民是不是要填Malay 原住民他主觀不會認為他是Chinese 對不對 那他可能更接近Malay 因為他們講的語言是更接近 好 那 好 那我 我就 這簡報有點跳來跳去 我一開始到新加坡的時候 還沒找房子之前 是住在 Boogies這個地方的旅館裡面 那Boogies這個地方 就是新加坡裡面的馬來區 巴拉伯區 那 為什麼會有所謂的馬來區存在呢 就是要從剛剛的種族政策下來做延伸的 大家如果有去過新加坡的話 可能知道他們有一個牛車水 Chinatown 就是我們講的中國城 那他的中文不叫中國城 中文叫牛車水 可是他英文給他翻成Chinatown 好 那有Chinatown 就有另外一區是給馬來人的 就是Boogies 那他有一區是給印度人 叫做小印度 所以基本上 當初在發展牛車水那一代的時候呢 因為考量到他們的憲法裡面就講說 種族平等 這樣的一個考量之下 就認為說 我不能只花錢在發展牛車水 要不然馬來人跟印度人會抗議說 我們明明是平等 你為什麼花經費在投資牛車水上面 所以呢 他們的做法就是 我如果要發展中國城 我就同時要去發展小印度跟馬來區 所以他們透過這樣一個好像一個樣板 很像在做樣板給人家看的這種方式呢 去發展了這樣不同的區域來符合觀光客的需求 這樣 那這一區呢 就是Boogies 就是傳統的馬來區 好 那 呃 我在 呃 旅館住進去的第一天呢 我就找到房子了 就透過微信 微信 透過華新網 就是新加坡有一個是 呃 中國大陸移民開的網站 華新網 那在裡面找房子比較快 那我就跟了 來自中國大陸的新移民的房東簽著住業的合同 這樣 好 那這地方就是主屋 大家有沒有看到後面有很多的國旗 那那時候是他們的建國 50年的國慶日的前後 所以他們都會掛很多國旗 那順帶一提就是他們平常是不能亂掛國旗的 因為就是他們政府希望盡量降低任何任何的政治色彩存在一般人的生活裡面 所以一般平常也不能亂掛國旗 就是國慶日前後可以掛很多國旗 那主屋的中間都會有一個遊樂場 它的目的是什麼 主屋當初被建築來的目的就是 除了要解決新加坡的住宅需求之外 它有一個很大的另外一個功能是 要和諧種族 要把那四個種族和諧在一起 所以今天你去申請一個主屋的時候 你是用抽籤的 那它怎麼去分配各種族的配額 它是看這個國家的比例 假設今天新加坡的華人佔7成 華人佔14% 然後印度人佔7%的話 那最後這個主屋區 假設我們這個中和區有個主屋 那這個主屋最後 我抽進來的華人就不能夠離7成太遠 那華人大概就要在15%左右 那印度人就在7%左右 所以它透過這種 它盡量希望主屋能夠反映出 它全國的種族的比例 來去達成它所希望的種族和諧 那這個邏輯是 我今天住在這邊 那我不能去選我的鄰居是誰 我這個可能是一號房 那二號房 華人馬一號房 那二號房它就會幫我放一個馬來人 或是印度人 那它的邏輯是 它認為我們是鄰居 我們總有一天會跟彼此講話對不對 然後總會每天出門可能會見到面 遇到沒有講講話 那希望這樣的方式能夠促成種族和諧 你會覺得這樣的說法其實好像 有點天真啦對不對 大家如果住在台北的公寓裡面 大家就知道我們可能跟鄰居根本就不會講什麼話 所以在那一年我的確也是發現到說 其實他們跟我們不會講話 他們可能見到面 甚至連想嗨都不講 就這樣直接擦身而過這樣 所以 通常遊樂場的功能也是這樣 因為它覺得要從小開始做起 所以小孩子讓他們一起玩 比如說馬來人小孩 華人小孩 印度人小孩可以一起玩 這樣 那這個遊樂場 其實我看到還是華人小孩玩在一起 那這是走路的房間裡面長這樣 所以在剛剛那樣講的CMIO 大的這樣種族的政策之下 新加坡其實一切由政府發出來的消息 都是圍繞在這個框架上面的 他們就宣稱說CMIO是彼此互相平等的 那在所謂新加坡建國獨立的 這整個歷史上來講 故事上來講 這四個種族就是一起奮鬥 然後每一個種族都付出相同的努力 來成就我們今天的新加坡夢 那 這一個電影作品 大家看過小孩不笨嗎 有齁 梁志強的小孩不笨 梁志強算是新加坡的國民導演 就是 新加坡人基本上都看他的電影 那 但他的電影的一向就是他的 比較 有點像是 諸葛亮那些電影的那種感覺 這樣講知道什麼意思嗎 就是 比較 他的藝術性不會那麼高 他比較像是那種 過年的喜奇 佳節那種 慶賀片這樣子 那這一個電影呢 就是他推出上下兩集 他在拍新加坡從還是鄉村時代 建國到現在的樣子 是怎麼樣演變的 所以你在這電影裡面可以看到 他刻意的去把那四個種 其實沒有第四個 因為第四個是其他 所以基本上不知道怎麼呈現 其實就三個 馬來人 印度人 跟華人 他把它盡量呈現的 這三種人是 共同重要的 然後都是很平等的這樣 那我們來看一下 那個預告片 他已經上映了 他已經上映了 台灣應該是沒有上映了 就已經上映了 我們來看一下 運道片的1,2集 開始拍住 聖號 kunna 結它 不是 只能微微 凝空也是 只能微微 中文字幕 李宗盛 文字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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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宗盛 李宗盛 文字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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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宗盛